哈喽大家好,这期视频是要去瑞士巴塞尔 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巴塞尔这个名字是因为当地著名的钟标展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瑞士总共只有三家米其林三星 而其中之一正是坐落于巴塞尔一家有着300年历史的酒店里 同时也是网球天王费德勒经常光顾的餐厅 这就是巴塞尔的Chevel Brown 河香变容易醉,所以中午我选的一只罗纳河谷产量非常少的白葡萄酒来开场 清爽的百香果、青苹果的香气 开场小吃第一道,饱满大哥的亲口碑盖在青苹果和大豆做的泡沫下面 大豆和贝类的鲜味完美匹配 酸甜的青苹果又是开胃良品 第二道绿油油我还以为是豌豆冷汤 结果是墨西哥辣椒做的一小碗慕斯 细心的去除了辣味留下了水果般的香气 而底层埋着切片的鲜美红摩虾搭配番茄 下一个非常简单,脆片 黄道蟹鲜肉再加上蛋黄酱和一些法式咖喱 普通吧 小菜最后一个是马卡龙,只不过是压干的 把马卡龙做到中空,然后填入压干酱 甜度比一般甜品里的低了很多 顶上再挤上一点酸甜的橘子酱 在常规认识里很甜的马卡龙和很油腻的压干酱 就这样形成了完美的轻盈的组合 开始进入正题,第一道是鳗鱼 底层是黑蒜的酱汁,绿色的是芥末美乃滋 而红色的,自然就是欧洲人的挚爱甜菜根了 什么,你问鳗鱼在哪里 那小小几条,白色的就是 单轮味觉搭配做得很棒 鳗鱼的烟熏香气也爆表 就是能不能多给点啊 一道菜吃完吃了个寂寞 这把叉子好看,想偷 第二道酒来自瑞士本地的侠多利 比上一道稍浓厚了一些,能感受到橡木桶带来的气息 一点点奶香,还有梨,柑橘类清爽的水果香气 这个季节当然是要吃白松露 非常清典的搭配 蛋液,菠菜,意大利饺滋 都是白松露的完美搭档 这家的白松露品质比之前在苏黎世吃的二性要高多了 白松露香气非常浓郁 半流心的一角质感也非常棒 作为一道白松露菜来看的话,水平是很高的 下一道是鱼 欧洲人很喜欢吃的红姿鱼,脂肪含量比较高 顶上的鱼鳞按照日本的做法做成了脆脆的利鳞烧 但是限于鱼种和技术问题 并不像日本的干雕利鳞烧那么的和谐 调味用了葬红花和番茄香醋带着点酸甜 有点让我想到了国内的松露鲑鱼 鱼肉肥美鲜嫩,很不错的一道菜 接下来 肉菜的配酒是来自摩洛哥的希腊 味道有点像罗纳河谷 成熟的黑色果香还有一些香料味 肉菜的主菜原本应该是鹿肉 但是我换成鸽子了 作为合格的UP主 喜欢鸽子有什么问题 鸽胸做的无底嫩 再加上鸽子的肉汁 肉香浓郁无比 而一旁的鸽腿类似于烧烤风味 香料气息十足 带着些北非的感觉 这把刀好看 像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瑞士当然是不能错过奶酪了 奶酪快乐车 奶酪快乐面包 奶酪快乐盘 Predessert 一个椰子冰霜 下面是菠萝尼 上面还有一小片金箔 比较平常的一个Sovet 就是很戳我喜欢椰子的点 主甜品 树莓的冰霜 竟然主甜品不是有着 强烈法师印象的 舒服雷之类的东西 有点小吃鸡 树莓冰霜的酸 配上底下甜度比较高的 巧克力蛋糕 还有咖啡慕斯 没有什么惊喜吧 普通三星水准好吃的甜品 最后的PT4 和一箱巧克力接触全餐 不包括酒水 花费月两千人民币 觉得值得起来大幕里发一 觉得不值得请发二 好的那最后来给吉他餐厅做个总结吧 总体来说我非常喜欢 全餐每道菜都非常好吃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雷电 除了那道卖鱼量太少了 这对于我的评判要准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有机会再来巴塞尔 我是一定会去再访的 如果你们来巴塞尔玩 而且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 我也非常建议来尝试一下 毕竟在瑞士这个街边吃个面 都要25瑞士法郎的地方 米其林三星套餐的价格 只是街边面条的11倍 我甚至可以说根据它的出品 这是一个有性价比的价格 好的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